本港近日爆出多個酒吧感染群組 市民明天起出入酒吧、酒館、夜店或夜總會前 必須先出事24小時內快速測試陰性結果證明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史說 酒吧不斷出現個案甚至出現群組爆發 情況令人擔心 陳肇史在電台節目說 多項數字反映本港疫情情上升趨勢 社會存在傳播鏈 預計感染數字仍會上升 但希望能夠減慢上升速度 對於酒吧業界反映 核實陰性證明有困難 陳肇史表示理解 明白措施執行時有一定局限 他強調出事證明是法例要求 呼籲市民不要以身示法、不要造假 辭食市牌照的酒吧也要符合新規定 食環處會加強巡查 他又認為現時有很多大型活動 學校、院士員工等等 每天都進行快測 相信有關做法可以保護到市民 對於確診者如果要與同住者 共用廁所或睡房 需要送往指定設施隔離 陳肇史說 當局希望在發現到感染個案之後 能夠盡快切斷傳播鏈 達到早發現、早隔離和早飼料 如果確診者與家人共用廁所或睡房 屬於高傳播風險 就算是在訪問中 在訪問中 在訪問中 我們會有很多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